南方二重唱90年代红片全台湾 而且还拿过三座金曲奖 其中一位主唱林小南 他除了歌唱 他也非常热爱油画创作 1999年在歌坛告一段落之后 他重新拿起画笔 从印象派画到半抽象 陆陆续续办了15场画展 而每一幅画作都隐约看到音乐的影子 他说音乐是有声的绘画 绘画是无声的音乐 告诉我 出 悄悄走 经典的名歌回荡在展间 他是南方二重唱的林小南 90年代他们红遍全台湾 还拿下了三座金曲奖 今天林小南除了唱歌 还要展出他的油画作品 他在创作来说呢 就是一个好像一个节奏 所以你在创作的画面上面 你可以有很大的色块 你可以有很小的点 它就是一个整个画面的构成一个 就是很节奏的那个元素 应用美术CBA的林小南 从小就喜欢画画 1999年在歌坛告一段落后 重新拿起画笔 从印象派画到半抽象 陆陆续续办了15场画展 每幅画作都隐约看到音乐的影子 吉他外形的小鸟 踩在五线谱的电线杆上 两位身上充满音符的女人 也在乐谱间跳舞 她的油画其实用听的更有感觉 因为我是一个民谣歌手 所以吉他跟钢琴 就是我必备的元素 然后我就开始从这两个元素 呈现这两个乐器 它们的图腾 隐喻的对话 音乐它是有声的绘画 绘画它是无声的音乐 从音乐回到绘画 林小南用另外一种方式 继续唱出她心中的旋律 吉他? 吉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